24日晚嘻哈包 不实力相声演员 冯凤宇张伯勋 携手举办个人相声专场演出 相声大师李国胜 李金斗先生的顶门 大弟子刘盈等到场出镇 当天高小攀的徒弟冯凤宇 顾及师徒关系 不敢随意背后的师傅说三道四 张伯勋可不顾兄弟情面 爆料高小攀管理太严 小攀这个人呢 平时就是管徒弟管得实在太圆了 太圆了 太圆了 你看管得现在头发都不长毛了 嘻哈包不理知名度最高的一队搭档 也要数高小攀和有限超懒 张伯勋和冯凤宇这队搭档 也是欲出奇招超越他们 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把他们打死 你就超越他了 你跟他比比 我比他胖 你要比块 那也不一定谁比谁差 双向人在逼打架的 玩笑归玩笑 冯凤宇说是高小攀还是很照顾他的 他会有好段的他会给我 对 他还是比较照顾我的 此次专场演出不仅有原汁原味的相声表演 更有与时俱进的爆笑新品 令现场观众从头笑到尾 你这不是假装的吗 我有病是吗 我欠人钱我赶我欠一百块钱 你这人他不明白 废话明白前卫了 你 他比我明白 怎么也算我听像是 你听我说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